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所用的计算机 各种线路 电子芯片等等 都得益于量子力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常常被量子力学中的种种特异现象所吸引 诚然如此 量子力学中有许多超乎宏观世界的现象 甚至颠覆着我们日常的思维习惯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量子纠缠现象 量子纠缠现象其实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超距作用 在微观世界里 量子系统下的一对纠缠粒子 如果被置于两地 即便它们相距多么遥远 都会同时感应到彼此 即便一个粒子在地球上 而另一个在银河系外 它们也会同时感应到彼此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宏观世界会变得超乎常理 试想一下如果把量子纠缠现象拓展到宏观世界 那就太神奇了 比如你此时在地球上 而你朋友在距离地球一百光年外的另一个星系里 你们也会同时感应到彼此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你肯定会疑惑 你们即便打电话 也是靠电子波传递信息的 而你们的距离是一百光年那么遥远 电子波的传递也得一百年才能到达对方 为什么量子纠缠就不需要时间 就可以超越空间呢 其实量子纠缠这种诡异的现象也困惑着爱因斯坦 以至于爱因斯坦称其为魔鬼般的超距作用 爱因斯坦一直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城市有质疑 这个质疑终于在第五届索二维会议中爆发出来了 1927年第五届索二维会议 几乎能够了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 这次会议之所以出名 在于作为相对论创始人的爱因斯坦 和作为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的波尔 开展了科学史上的世纪大对决 爱因斯坦首先质疑波尔对量子力学的诠释 说上帝并不会制投资 也就是质疑量子力学的本质 难道是概率 而波尔回对爱因斯坦说 爱因斯坦别去指挥上帝应该怎么做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的争论 反而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虽然爱因斯坦极其不理解量子纠缠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实验已经表明 量子纠缠就是微观世界最普遍的一种现象 但你或许会好奇 狭义相对论不是规定了速度的极限 就是光速吗 量子纠缠感应速度那么快 为什么不违背相对论呢 现代物理学已经告诉我们 量子纠缠的速度至少是光速的四个数量级 也就至少是光速的一万倍 这还只是量子纠缠的速度下限 其实相对论中的光速极限原理指的是 把一个实物粒子不能加速到超过光速 因为物体的速度越快 质量就越大越接近光速 而质量逼近无穷大的时候 也就需要无穷大的能量来推动它的加速运动 所以实在物体的最大速度不会超过光速 而量子纠缠就完全不同 这种速度只是感应速度 并不需要把实在物体加速到光速以上 所以量子纠缠也不能传递信息 因为纠缠粒子之间感应 并不是通过传播子来完成的 而电子波之所以可以传递信息 就是因为电子波本身就包含着光子这种实物传播粒子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也无从得知 量子纠缠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 只能肯定量子纠缠是一种客观现象 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